大家好 我是美国张信志的会计师 今天我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在美国申报个人税务的起点收入有哪些 第一个 如果您是单身 或者您已经结婚 想要分开单独报税 那么您的起点报税收入是12950美金 第二个 如果您结婚 想要共同报税 或者不幸的是在2022年 你变成了寡妇或者寡妇 那么您的起点报税收入是25900美金 第三个 如果您是单亲带的孩子 您的起点报税收入是19400美金 如果您在美国有1099的收入超过600美金 您需要在美国申报个人税务 有哪些人需要在美国申报个人税务呢 美国境内境外的绿卡持有者 公民 都需要在美国申报个人税务 他申报个人税务并不代表他需要交税 当然了他需要有收入 达到这个收入报税起点 才需要申报 如果没有的话是不需要的 还有在美国 居住超过183天的税务居民 这个您在美国有收入的话 需要申报个人税务 其次呢 您如果是EB1高管签证 O1签证的是杰出人才 J1签证访问学者 投资移民EB5 留学生 有在校内打工 OPT实习生 H1B 这些需要在美 在美国有收入 需要在美国申报个人税务 还有外国人在美国有 买房 用来出租 他的这个租金收入 需要在美国申报个人税务 当然了 他的外国人 个号 个人税号申请表 和他的个人税单 需要邮寄到税局去 一起邮寄到税局 如果你是走 走路过来的 或者旅游 或者在美国是黑过来的 如果在美国后来拿到了 S3的话 需要在美国申报 你的个人税务 如果你达到了美国 个人报税起点 收入的那个起点 啊 还有就是说 您在美国已经超过了183天 但是你没有美国的S3 您在美国有收入 您需要到国税局申请个外国人个人税号 申报美国的 个人税务 OK 在美国的居民 美国境内和境外的居民 还有美国 在美国是属于那个183天的居民啊 如果在境外 美国境外有 公司 有理财 有那个 银行账户需要申报 如果你有继承什么 银行账户啊 或者继承一些资产呢 也需要申报 您在境外有那个被动收入 非 主动收入跟那个 被动收入 比如那个主动收入就选 选与那个自雇人收入啊 那个被动收入 就是利息啊 分红啊 对吧 这些 都需要在你的美国个人税务申报 我指的是 您是美国的绿卡 或者是公民 或者是在美国超过183天的 这些居民啊 他们在美国境外有这些的话 需要在美国个人税务 税单里面一起申报